Selina、唐淇洋合作的新節目 17號又開放媒體探班啦 外賓還邀請了娜洞 不過這位人授權明目張膽的放閃 是有沒有在尊重旁邊兩位女士啊 我跟你講最好不要輕易放閃 哦...你過來啦...你過來啦... 沒有這只因為剛剛有人問我說鞋子多少錢 我說鞋子是我女朋友送 就這樣啊...真的...真的好放閃 只是說我們很照而已就這樣 要這麼囂張就是了 但不說你不知道 娜洞和Selina兩人可是有著秘密關係呢 所以我還滿享受跟Selina聊天的過程 怎樣 沒有 我每次跟你聊天你都要硬贏我 沒有硬贏啊 誰要硬贏你啊 我讓我知道原來女生是這樣子想的 然後有時候不要把女生想得太... 怎樣... 太高不可攀 她其實也都是跟我們一樣 就是血肉之軀 所以... 就是不是只有男生有時候是會衝動 女生也是會... 我當然聊太多了 不要亂講 我哪有衝動 沒有 我開玩笑 拿到你還是少說一些好了 Selina的形象 還是要顧啊 不過聽說剛剛還大聊初戀了 所以Selina有想起初戀的感覺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還真的很久遠 高中而已嗎 高中... 我後來算一下 我覺得應該算是高中那個比較算 拜託我國小 國小就很瘦花跟寫情書了 那不算啊 哈哈哈哈 沒有被招踏到 對 沒被招踏到不算 娜洞那要不要講 你招踏過多少女人啊 沒有沒有沒有 好好好 我也是一路受傷長大 但說到受傷 就不得不提許之安的雙皮醜聞啦 其實我知道你們今天因為要問這個問題 你知道我就先去請教了我爸媽 但是我爸媽呢 就把我當媒體啊 他們說不與置評 哈哈哈哈哈哈 我有這種豬隊友爸媽 所以唐老師最近是不是獅子座比較... 隨一點 我爸試做 真的嗎 所以是說試做要注意嗎 對 我爸試做 我覺得是需要注意 因為現在... 因為我要派人跟...跟我們 哈哈哈哈 娜娜還是別瞎擔心啦